我常常都上網的 起床上網 出街上網 吃飯上網 去廁所上網 上學都偷偷地在櫃桶上網的 你知道不合的吧? 我知道的 開心咯 沒東西做嘛 手機 電腦 平板 上上就上 多方便呀 你不去打球玩課活動? 那些不合我的 我這麼讀 打下機上一下Facebook連燈就合我的啦 啊 我上網見到有些人被人笑一下 起底呀 說些東西攻擊他們呀 有時還會有罵戰 你有沒有試過被人攻擊呀? 我就通常是看的 吃下花生感咯 就是CD-ROM? 是啊 不過我都試過被同學玩的 有次測驗很低分 被同學偷拍了個分 之後還放了上Facebook被人笑 那你有沒有跟老師說過? 都有呀 那次老師找回同學問 之後就呼籲了那些同學不要這樣做 不過我自己覺得不是很有用 因為始終不是說真的用把口來罵人呀 打人呀 那些同學覺得玩一下沒什麼所謂啦 那次之後你有什麼影響呀? 還要問? 不開心咯 就是好像首先被人出賣了這樣的感覺 之後那些留言還要很刻薄 說我什麼蠢過隻豬那樣 還有人說了我全名啦 讀哪家學校啦 喜歡哪個女生都說出來 說真的那一陣子我炸病不上學 都是怕被同學笑的 我都不敢嘛 通常上網欺人都很快被人欺負回頭 好 因為很多事情都有正反兩面的嘛 我自己被同學玩過 我知道那種感受不太好受 有時你以為上網說什麼都沒什麼所謂 其實很容易就會有麻煎 自己最後都不太開心咯 其實上網好開心咯 不過不要欺負人啦 真的 因為大家都想輕鬆一下才上網 還有如果身邊真的有朋友被人網絡欺凌的話 就要幫一下他啦 找老師和社工聊一下咯 他們會有些方法幫到受害者的 鼓勵受害者向老師或社工求助 因應事件嚴重性報警及通知家長 運用復和手法修補關係 聯絡相關網絡平台刪除欺凌訊息 呼籲學生停止分量欺凌訊息 為受害者提供輔導 再全校推行網絡教育 建立解難者的角色努力處理問題 而非懲罰學生 希望這些方法不要經常用啦 為什麼 因為不用 即是沒有同學被人欺負啦 大家就可以開心上網啦 各位大家就開心上網啦 更開心上網啦 today you